最近日本很流行那种实陆型的漫画呢 他可能去取材很多人的例子 然后把它集结成一个简单的漫画 然后放在网上让大家看那种 然后我就看到一个人 他是一个假面夫妻的老婆 然后我们一年以上都没有讲话了 他就在传述说 为什么他会变成假面夫妻 他们本来就是普通的夫妻嘛 老公可能工作太忙啊 都没有时间照顾他的心思 他就觉得很委屈 然后他常常尝试沟通的时候 老公又不太能沟通 结果他们有一次就真的发生非常严重的口角 但他就是想要碰他 碰出他老公的时候 他老公居然大吼说 不要碰我 我不想要我讨厌能碰我 这样 然后就整个受伤 然后再结合他之前想要跟他老公沟通的一切事情 他就觉得 说我老公自己不爱我 然后他从此以后就在 信任我老公不爱我的那个思维 然后结果没有想要跟老公讲话 他们两个就变成了假面夫妻 对不对 直到一年后之后老公说 我有事情想跟你说 他想说啊那什么事 终于要被离婚了 他也没有想要自己离婚我就不懂 然后结果他老公就回来 然后他就说 我老公是很想问你 你为什么这一年都不跟我讲话 这不是很荒谬 他老公也是等了一年才问他 一年很久欸拜託 然后他说 什么 所以你不知道为什么吗 然后他老公说 你真的不知道 如果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你可以跟我说吗 他老公鼓起勇气这样跟他讲 然后他就说 因为我们之前吵架的时候 你这样跟我说 因为你说你讨厌我 所以我想说 你应该不想要你讨厌的人 我刚跟你讲话 然后结果他老公就说 我完全不记得这件事情 就是气话哦 对就是气话 但你知道日本人有时候 我觉得很奇怪 他们很容易在生气的时候讲 所以其实很奇怪的做谈话 曾经我前夫也讲过一些什么 你不是我的家人这种事情 从那天以后 我就觉得好吧 那我们是家人啊 我的言婚也拖了一段时间 这次笑话我就离掉 然后结果 反正他就跟他说 因为你以前吵架的时候 然后他就说 我没有这样想真的 而且我不记得了 然后他们两个就冰释前嫌 这样子 所以你想想看 居然就是为了这件事情 然后是可以一点 不讲话 所以就是真的有可能 会发生这种事情 所以如果他的老公 没有提起勇气 他有可能真的就 不讲话 然后就会造成可能 有了一方外遇 然后就开始 在刚才那个列表上 像一向勾 勾到全部这样子 然后就是你称为一个超年的假面夫妻 有一个大家一定会想问的问题 管道一大堆 假面夫妻离婚的好处 不离婚的好处 不是假面夫妻 为什么不离婚 我想有没有人问这个大灾汇 我找不到 你知道我甚至找不到一个文章写说 为什么不离婚的 没有一定要离婚的 可是我不懂啊 还是有人分析 为什么不离婚的啊 那主要的就是其实这三个都是 日本人就觉得 他就觉得这维持婚姻的一个很正常的理由 就是第一个他人的眼光 要维持一个圆满 好像爸爸妈妈 而且我们日本人就是 他就不突破那层窗子 而且其实我觉得他们好奇怪喔 他们明明就对谈你没有兴趣 但是又很在意谈你不兴趣 没错我也是这样觉得 所以明明就很神奇嘛 你明明也不是很在意别人的结婚到底怎样 那你为什么还要在意别人的结婚 妈妈你再看 有一些老公是觉得 因为你还要跟老公是报告自己的一婚 然后这件事情就很难讲 因为你报告的时候 你还要讲为什么 有一些男生他会觉得 会影响自己的生前 这个我觉得其实有啦 以业界来说 像我们业界好了 因为大家都是离过关两三次了 所以就也还好 可是老实说喔 董事会没有人理 喔就是 还是比较那种 就下面那几个有 但最高的那层没有人理欸 我觉得很夸张 而且但他们都满得很开 他们就是不理啊 真的有情妇一定是假免不尽吗 可是他反正就觉得 你知道他可能就要跟别人 跟人事 或是跟社长方北 那当然他也觉得很尴尬 很麻烦什么的 想说都这样了 那台湾可能要 可是在美国先 你可以不用告诉别人 你到底有没有离婚啊 你也根本不用跟别人解释 你怎么会离婚啊 可是你带离婚 比如说你可能跟 陆霞回去 就会谈到这个 你可能就还是要讲 是不是上次都还会比较 要跟你分享这件事情 不是吗 所以就还蛮麻烦的 这个是经济上考量 因为很多老婆跟你 是没有工作 就真的不想工作 他宁愿临死不工作 他宁愿忍耐在家 他不想去工作 就是他的那个压力 已经累积到夸张的地步 所以才会很多人说 这个很好 因为老公如果假面肤血的话 那老婆的压力 可能就是减轻很多 对他就不用对付他 就不用做爱 也不用应付他感情上去 他只要比如说做个饭 那你如果没有在工作也OK嘛 第三个是为了小孩 但其实真的为了小孩嘛 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讲 对 离婚太麻烦 因为周围太多离婚 你只觉得别人离婚很痛苦 然后又花钱 然后就怕了 就觉得算了 我也遇到蛮多例子是这样 对啊 的确是蛮多 然后他们后来 比如说可能一开始就想说 小孩要再拿钱 然后小孩渐渐大了啊 或者是他渐渐习惯 这个女生分居的生活 之后他们就还是会离婚 可是一开始他们不离婚很多人的原因 就是因为 目前现在离婚对他来说负担太大 嗯嗯 他可能比如说工作方面 可能比较忙一点啊 或什么 他就会想说 啊这件事情 之后再说 这样也没有造成太大的 对 对 还有人说就是 这样子特别方便 特别自由 被采访的老公说 他说其实现在有一个人 正在交往的女性 因为我已经有跟对方讲说 我跟老婆已经没有任何的瓜葛了 所以我没有任何的罪恶感 然后再加上 对方也不会 对方理解你这个状态才跟我交往 所以对方不会逼你跟他结婚 对然后他就觉得这样超赞的 他就是觉得这件事情 他不认为这件事情很有坏事 他自己是个正在外面的 然后对方也知道哦 然后他拖着对方 让对方不能结婚哦 然后他觉得这样子一点都没有什么不好 因为他就没有任何的责任这样 没错 所以 这样 所以就是很多人因此 觉得这件事情还算是还蛮有一个好处的 他们就用很多方法 就说服自己 让自己不离婚就对了 好奇怪 真的 网上很多人恐吓你小孩会变得很 变得很忧郁或什么 然后还有雅虎 就是雅虎请问就有人问说 请问单身 单身父亲或单身母亲 跟假面父亲哪一个比较好 因为呢 你就算在外人面前演出你们两个普通普遍的夫妻 好在小孩很是藏不住的 对啊 然后他们说有一个东西对小孩很不好是因为 小孩会接受某一方 就是老婆方或老公方的 对不是老婆方的灌输 你爸很差很差的灌输 然后所以心理专家说这样会导致小孩的忧郁 因为小孩也要就是 你知道看爸妈脸色 然后甚至他们说会出现一些拒绝上课啊 或是关在房间这种情形 所以心理官家的建议是 你要在小孩面前摇眼 好烂的建议喔 他不是建议你要理 他就是建议一个一般人就是 24小时都要演戏这样子 还有人是比较那个温和一点就是说 就是不能够跟小孩 不能够宣泄在小孩身上 可能有些爸妈就说 啊要是没有女子要离婚了啊 啊对对对 还要装作单身妇任啦 因为很多假面夫妻就跟着直接各足各得 所以他可能就闭起来说 喔爸爸去外倩时期 其实爸爸根本就在东京 过着他的生活 过着他的生活 那唯一小玉怎么办 对啊 就说我刚好回来出差 那为什么不回家 他们都不解决问题 他们就是不面对问题 不解决问题 我觉得其实他们都好愚蠢 因为其实我觉得小孩一定都知道 小朋友其实是很聪明 没错啊没错啊 他一定知道他爸不是坦幸运 没错没错一定一定 但他们后来可能也就配合爸妈也 对啊可能就觉得麻烦 对我觉得假面夫妻就是 就是日本人他很常有的一个状态 就是他们真的遇到问题的时候 他是不会去解决的 对 对他直接就是 他们有一个晏语孝说 把马桶盖盖上了 看他 对 对放着 放着搞不好一切 那大便会消失这样 那这样子精神状态真的很不行 这边听到一个比较疯的女生 他也是爸妈 关系非常非常不好 真的从小到来就是很讨厌他爸妈 他真的跑去断绝情缘 是因缘 所以他就是真的就是 他完全断掉了自己跟家里的事 他还改掉了自己的名字 只因为他的名字 有一个字来自他爸 嗯嗯 就那个女的 除了这件事以外 在任何面向都蛮疯狂的 所以 就不知道该说什么 但是我觉得 多少也有影响吧 应该有影响 在那个状态下 太夸张了 我们讲了这么多 有关 假面夫妻最基本的事实 之后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生活中真正写灵的历史 而且这只有在会员区才看得到 所以大家可以超级订阅一下 会员区 因为会员区其实有很多 超级多写业的意思 光是我自己跟前夫做的经验就 网上好评已经800多次 被点阅800多次 所以我们会更新鲍 更新鲍 好 开始讲 他们的那个 悲剧奇遇 他们是相亲结婚 不是吗 他们是相亲 我前夫的爸爸 是相亲结婚 是为结婚而结婚 而且因为